皮说我看马带酒店档次都是按照星级来划分的 这个有什么标准吗 说到马带的星级和各种排名 大家有此疑问也无可厚非 因为大家看到的各种媒体介绍马带 都是什么四星 五星 六星 甚至七星档 沙丹福建也有A级 B级 C级什么的 而这些都是以什么标准来划分的呢 除此了解马带的朋友肯定是一头无水 实话来讲这还真的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众所周知马带目前有100多个度假酒店 玄岛从来都是一间一气火 所以大家就慢慢形成了共识 从酒店品牌 价位 硬件等方面 综合划分为了四星经济岛 五星豪华岛 六星车华岛 主要还是为了方便大家筛选岛屿吧 在国际上其实也没有这样的标准 所以这算是中国特色吧 国际连锁酒店基本上会与旗下的不同品牌来定义档次 我就拿大家比较熟悉的亚高集团为例吧 有解到收的档次划分为 EBS 美G 博尔曼 菲尔蒙 F4 这样 按照我们的习惯分籍呢 EBS就是四星经济 美G 则为五星豪华 而博尔曼 菲尔蒙 莱夫士 则都达到了六星奢华岛的标准 但其档次实际上还是会有所区别的 在沙滩或浮潜的等级上就更是如此了 基本上是按照大家多年的经验 以及客人实际体验的反馈来划分的 仅供参考吧 也不会是绝对准确的 不过呢 在目前视频信息爆炸的年代 我们已经可以通过自己的眼睛来判断 马带各个岛屿的实际情况了 所谓眼见为实吧 碰见硬件如何 沙滩系乎怎样 岛屿四周有适合浮潜的珊瑚礁吗 这些在我的视频中你都能看到 另外在马带介绍中 还经常会有Top10什么的 这个大家就当看极井好了 实际上这些排名都没有任何标准 意义并不大 喜欢P数短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见